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5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這幾天 都跟大家 詳細揭露 中國大陸 在小紅書 還有國泰事件上的陰謀 我們這節 繼續 要將無情的真相 要告訴 在中國大陸 玩小紅書 還有抖音 的內地韭菜 我們已經說了 不好意思 我們最近 被趴著了 所以我們說話 是會極盡挖苦 極盡攻擊成 因為你辣著了香港人 因為你的垃圾韭菜 玩得太大 還有香港 的一群垃圾無恥之徒 當然包括李家超在內 李家超 的下場是怎樣 給大家一個遊戲 這個叫做 蝙蝠俠 蝙蝠俠 有小丑那一集 你猜一下到底鄧炳強 和李家超到底 會誰出賣對方 給大家驚猜一下 你猜如果有朝一日 中國大陸 出了大事 好像俄羅斯那樣 遭遇滑鐵路 然後 周圍 可能有不同的部隊 開始作劣 或者是反攻 你猜一下如果香港出事 你猜一下 是李家超 出來投降 交鄧炳強出來 還是鄧炳強 出來跟你說我幫你拉李家超 你就放過我 你猜一下到底是哪樣 其實我估計 其實是鄧炳強 會拉李家超 因為鄧炳強 對警隊有控制 不過其實鄧炳強現在已經不是警隊一哥了 他現在是保安局局長 所以就是蕭澤儀 可能會拉鄧炳強 以及李家超 叫其他叛軍放過他 我很贊成小丑的approach 我們喜歡給機會人 蕭澤儀就是會拉到李家超 和鄧炳強 應該放過蕭澤儀 暫時 以上是蝙蝠俠的劇情 蝙蝠俠裏面還有太多精彩劇情 大家不妨 作為目標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 中國大陸的真相 中國大陸的人亡 以及糾塞 我們再補充多次 對於支持香港 支持民主自由 反對中國共產黨專政 還有反對習近平獨裁政權的人 我們全部專稱為中國人 還有中國盟友 其他的 支持獨裁者 做中共的爪牙 我們會毫不客氣 稱呼這些做人礦和韭菜 內地的人礦和韭菜 就是大搞 以為 繼續在搞鬥爭 就可以獲得官方的批准 到最後 居然又再出事 這次他們發動 就是在抖音 在抖音大搞反崇洋眉外挑戰 相關的挑戰 在很短的時間裏面 獲得超過 100萬人參加 但是後來 整個活動被殺停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繼續按閃電鍵 有中國內地網民這次就在抖音繼續搞這個 反崇洋眉外挑戰 結果挑戰者人數接近100萬 最令人心痛的事出現 在星期二凌晨的時候 這個國家 網館 是將相關的活動 徹底刪除 原本這個活動就是帶有中國特色 強烈民族主義 的一個反西方活動 這個反西方活動叫做反崇洋眉外挑戰 得到數以幾十萬計 的中國內地 五毛韭菜 人亢 是響應 到了 22日的時候 據說 參加者 的人數 超過了 80萬 裏面有甚麼內容呢 包括 包括 就是 抗日神劇 裏面大叫口號 中華民族萬歲 中華民族 必勝 這個 真的是漢奸 什麼叫必勝 我想問 必勝 是必勝客 還是好像是日文來的 我也很肯定這個本身肯定原本不是中文來的 我們沒有見過古書 唐詩三百首中間有寫必勝 你不如寫中國必殺 還是救激中國 全部是日文來的 難怪你的活動被刪除 還有 將人民的命運留在一起 總之就是一大堆 反崇洋 眉外挑戰 包括禁止人家說英文之類 結果 相關的活動 在接近100萬人參加的時候 忽然之間被中國大陸當局 刪除 相關的內地網民 就說無悔發起這件事 但是想不到 整個挑戰居然 被 被 中國當局刪除 中國內地的韭菜 和人礦 其實 他們犯了一個大忌 我們這節要揭露這個真相 其實真相就是 跟我們早前揭露的東西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當中美進行貿易戰 甚至乎是敵對關係 變成了這個間諜戰 美國 大拉這個 來自中國大陸的間諜 中國大陸又跟你說我要拉美國間諜 但是 大家都是拉間諜 你又拉華人 我又拉華人 美國拉中國人 中國 都是拉中國人 這個就是真相 實際上 你們可以搞的所謂民族主義鬥爭 來來去去可以針對的 就只有中國人本身 任何外國人 你一去搞他 中國大陸就會變成晚清了 這個是習近平的禁忌 習近平就是不想自己變成晚清 如果中國大陸的這班義和團 變成了 真的走去排外 真的對準著 紅蘇綠眼 對準著外國人 中國大陸 就真真正正 變成了晚清 所以 實際上 中國大陸可以鬥爭的對象 其實只有一種人 就叫做中國人 就是叫做中國人鬥中國人 除此之外 連 反崇洋眉外挑戰 都只能夠鬥爭 中國人 即是說 你可以去中國人開的店 去中國人開的日式餐廳 大肆破壞 退 跟這個 找國泰 的空姐開刀 其實差不多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如果你 被人定做中國人 你看看你多可悲 這個世界上其中一件最悲慘的事情 就是被中國大陸 定性你做中國人 因為你做中國人 你是地底黎 不是因為你是香港人 各位搞錯了 在中國大陸的眼中 他說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分 現在他在容許的 不是中國人 鬥香港人 實際上 他們容許和鼓吹的 是中國人鬥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 就是他們會拘捕的對象 就是他們容許鬥爭的對象 到最終 其實真真正正 最地底黎的 就是叫做中國人 我們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自下的居民 這班不是公民來的 說公民那個字 即是說有權利的人才叫公民 在中國大陸 的居民 是完全沒有任何權利 他們唯一有的權利 就是負責做韭菜 就是負責被鬥爭 今天 被你搞 搞香港鬥爭 搞國泰 實際上 完全是符合我們現在討論的範圍 跟中國大陸拉美國間諜 拉中國人 美國拉中國間諜 拉中國人 是一模一樣 到最後 所有東西都是回歷標 全部飛回去 一班自稱中國人 又或者 沒有很積極脫離成為中國人 的人身上 那麼我們那些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是英國人 我們是港英人 就算 兩個國家不存在 我也不會做中國人 不關我們事 雖然我們跟中國朋友的關係也不是太差 尤其是盟友 維吾爾人 西藏人 台灣人 蒙古人 跟我們的關係也不差 實際上他們可以做的活動 到最後就是中國共產黨 容許你的所謂外國活動 當超出了他認為可以的範圍 全部都要被禁止 這次 大搞民族主義 其實也使得一班 支持民族主義的 垃圾五毛 再一次覺醒 再一次發現 他們自己 其實就是在做地底泥的角色 很快香港那些垃圾 包括肥媽 李國倫 很快就會知道 其實 你以為自己出來 去鬥爭 兇者 跟你 欺負 街邊 一個老弱婦孺 有甚麼分別 你這樣也當成勝利嗎 你這樣也當成勝利 那就真是恭喜你啦 你怎麼跟美國鬥啊 不要說跟美國鬥啦 隨便撿個國家 你也鬥不贏啦 你也不要說印度那麼大 隨便撿個越南給你 菲律賓 不是要貶低 不過這些比較小一點 小一點的國家 北韓你也對付不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揭露到這裏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是講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